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 8月6号以来 俄乌在俄本土库尔斯克州持续展开激战 即在8月13号称 乌方的谈判筹码正在增加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8号再次称 乌方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在俄境内设立缓冲区 而在库尔斯克与乌军展开激烈对攻的同时 俄军在战场的东线攻势并未消退 俄方还称乌克兰正在杀害平民 并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与做这种事的人没什么可谈的 此前俄乌近期曾经不同程度地释放谈判信号 在库尔斯克遭袭之后 俄乌是否离谈判越来越远了呢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 俄罗斯国防部8月19号通报称 当天俄罗斯防空射尸机毁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8月19号表示 当天凌晨乌防空部队击落了数架俄攻击型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 当地时间19号凌晨起 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洛德州和库尔斯克州击落5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休克19号通报称 当天凌晨乌防空部队击落11架俄军攻击型无人机 18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 俄军18号在前线占据更有力位置 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又一个定居点 并打击了乌军弹药库 燃料库 装甲车等目标 还拦截了乌军航空炸弹 多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 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击毁乌军多辆坦克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18号表示 过去一天内1700多名库尔斯克州平民撤离至安全地区 18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 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下午 乌军继续在前线与俄军激战 其中 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的战斗依然最为激烈 当天早些时候 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 击退俄军一次大规模进攻 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乌军空袭的库尔斯克州又一座大桥 打击了俄方后勤能力 对于乌方说法 俄方目前尚无回应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8号报道称 乌克兰在对俄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当中 使用了此前由北约国家提供的最新装甲设备 报道称 俄罗斯联邦武装人员 在库尔斯克摧毁了乌军的一支 装备由北约集团成员国装甲车辆的机动车队 车队包括加拿大罗希尔参议员装甲车 美国汉马装甲车和斯特赖克装甲车等 其中 一辆由加拿大提供的罗希尔参议员装甲车 于今年7月26号进行了车辆登记 并于7月27号及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州前10天 首次进行技术检查 此外 有英国媒体报道称 乌军在袭击当中还使用了英方提供的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8号晚发表视频讲话说 乌方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在俄境内设立缓冲区 泽连斯基说目前乌军总体防御行动的首要任务 是尽可能多地削弱俄方的战斗能力 并开展最大限度的反攻行动 包括通过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在俄领土上建立缓冲区 同样在8月18号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乌克兰正在杀害平民并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那样 与做这种事的人没什么可谈的 扎哈罗瓦还表示 西方必须敦促乌克兰 停止对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分析人士表示 乌克兰对俄领土的库尔斯克发动袭击 是意图通过牵制俄军 来减击东部的战线的军事压力 但是实际情况是 俄军的主力仍然在东线保持进攻 那么俄乌十多天的库尔斯克基站 是否能够让双方离重返谈判桌越来越近呢 库尔斯克战时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俄乌局势 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分析 首先在乌克兰国内 在非前线地区根据民调 已经有44%的民众 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这反映出的是 文物冲突带给乌克兰的消耗 和不断积累的一些压力 而同时乌克兰担心西方内部会出现骤变 尤其是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 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 有可能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原物政策都出现逆转 秉持着美国优先的原则 不可能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 这使乌克兰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基于这些考虑 在当前的形势之下 乌克兰采取对俄罗斯发动 约境打击行动 是希望为未来可能会进行的谈判 来争取更多的条件和筹码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一次的打击行动效果依然存疑 一方面当然乌军在提振士气 同样也希望西方进一步的振作 保持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 希望借此进一步的影响战局 使乌克兰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 但另外一方面 西方非常担心的是 乌军的战术可能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后 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消耗战 使乌军承受更大的损失 那么另外乌军的动作 也在加剧冲突外溢的风险 西方不得不顾虑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影响 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 仍然在评估当前军事行动 所带来的效果 那另外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似乎俄罗斯对于谈判 近期立场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好像在当前的时间节点 俄罗斯并不急于乌克兰进行谈判 这反映出的是 俄罗斯担心因为战场局势出现变化 如果俄罗斯方面示弱妥协 那西方可能会进一步的紧逼 尤其是升级对乌军援 这会使俄军承受更多的压力 所以从当前来看 乌克兰的越境打击行动 产生的似乎并不是更多军事方面的效果 而是政治方面的效果 而大家观察当前俄乌局势的发展 会看到在谈判的方面 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乌军的打击行动 并没有立刻带来谈判方面更多的希望 甚至产生这种谈判的曙光 反而会使未来双方之间的沟通 从目前来看 博弈在进一步的加剧 俄乌在库尔斯克基站之际 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 近期发生的火灾 格外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俄罗斯常驻奥地利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 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8月18号表示 已经抵达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驳斥了俄方与扎波罗热核电站 冷却塔火灾有关的指控 乌里扬诺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有消息声称 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的火灾 是俄方点燃汽车轮胎引起的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已拆穿这一谎言 1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 发生火灾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称 乌军实施两次无人机袭击 引发火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 俄方在核电站内纵火引发火灾 国际原子能机构12号发布声明称 火灾没有造成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核安全受影响 专家在调查中 未发现轮胎或无人机残骸 目前还无法确定起火原因 该机构将继续进行调查 我们下轮实开始